禮北 土耳其慧 例如老兔 教杀木 嚀梧 你想要味道比較重 還是比較 正常 廣告 他們剛剛每一杯倒的那個紅茶都兩個不一樣 就是如果你紅茶倒比較少 像我這一杯的話 你喝起來就是味道就不會那麼重 那你倒的時候味道就會很重 真正在土耳其朋友家喝 是紅蘿蔔做的小甜點 然後上面好像是椰子粉 來吃吃看 我現在要去吃一個叫做在比特地吃兩種他們道地的菜 一個是湯一個是肉麵包之類的 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品嘗各個地方不一樣的食物 我剛剛問他說就是 反正我們現在在一個超級無敵傳統的小鎮 然後地板都是這種磚路跟一些泥沙地 我穿了這個白鞋 我要掀過我的白鞋說掰掰 然後呢就是土耳其東部 我覺得他們太陽都超大 可是我都沒有看到任何人戴太陽眼鏡 我們的土耳其朋友土耳其老闆 他也沒有戴太陽眼鏡 我剛剛問他為什麼 他就開始一陣大笑 他說他也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奇怪的問題 然後這個小鎮路上都是一些穿著超古老的一些男生 沒有什麼女生 沒有什麼女生 對啊 對啊 他說他叫你拍他 這是牛嗎還是什麼 超酷的耶 他們煮肉的方式是放在一個超級無敵 這是羊肉 這是整隻的羊 哇他這裡的特色就是 他們一天就是煮一整隻的羊 這樣子 然後煮完他們就關店 放在裡面這樣搖烤 他一天一天就是煮 種種就是五隻羊 五隻羊然後都放這樣子 他就這樣 哇整隻這樣子 超級無敵 這一家是賣 他們這裡的很特色的吃法 就是羊有兩個吃法 一個就是湯 用羊骨熬的湯 然後一種就是Postar肉 哇新鮮現接的肉片 很新鮮耶 它這個麵包皮是 是脆的那種 然後肉很軟 因為它的肉裡面有油脂 嗯好吃耶 很軟 它就這樣直接踩在地下樓口 羊肉兩隻吃法的創始店 哇 所以它的湯一大早就賣完了 踩不到中午 哇坐在這裡還可以欣賞小鎮風情 它嗎 我們要點三份的肉 好爽喔 我覺得每天都吃肉 可是每天的肉都不一樣 這是現烤的你看 超酥脆的聲音 這裡有超級多的蜜蜂 一直想跟我搶食物 我們有特別請他多加一點羊油 然後在這邊 喔你看這個 脆皮耶 我第一次吃到那種脆皮的羊皮 嗯 嗯 嗯 好好吃喔天哪 這個完全沒有腥味耶 它是很綿耶 但是這個羊皮 你看起來它好像很油 可是它其實吃起來完全不會油 大家都是為了吃這個東西 才來到BITLIS這個小鎮 但我覺得真的很值得 這裡其實沒有什麼太多的風景 但是為了吃我覺得可以 超大一口耶天哪 嗯 說不出話 吃它這個脆皮 而且不會很鹹 超好吃的 這個就是土耳其很好吃的手勢 他們就給這樣 這是土耳其當地特色的 呃 這個地方 BITLIS特色的一個 棋盤遊戲 然後玩法是 你要吃它 你必須跳過 對方 對方的顏色的棋子 才可以吃 我覺得很好耶 老人家玩這個的房子 老人吃蛋 我們現在在BITLIS的城堡 這裡其實海拔 是2300多公尺高的地方 不太 今天是還在挖掘中的骨子 嗯哼 他會幫你剪一個他覺得最適合你的頭 反正一定會很帥喔 我們路過看到這間理髮廳 為什麼會進來呢 是因為我覺得這裡的理髮師都很帥 通常帥的理髮師應該都可以剪出帥的頭 然後剛剛一問之下才知道這個理髮廳 是這個小鎮最好的理髮廳 然後他說是整個土東 他們是第二名 但這個評比到底怎麼來 我也是不知道 然後剛剛很酷 他直接從對面直接就叫了三杯茶給我 體驗一下土耳其的理髮 超帥的 你有一個超帥的理髮師 對 我希望等一下剪完跟他一樣帥 對 我完全相信他 他說他也相信你啊 他一定會拿出他的看家本領 你上次剪頭髮是不是在台灣的百元理髮廳 對 我們來看一下專業的差別 你知道最近理髮廳會越來越多人 很多人都來觀看 因為有外國人在這 他好像很愛護你的頭 他好像很愛護你的頭 對 你看 是嗎 有 我問他說結束了嗎 他說才剛要開始而已 這個好酷的刀喔 你看 很少在台灣幾乎沒有用過這種 直接試試看 直接試試看 分性的刀耶 超帥 看男生簡單一顆頭也是可以有很多給錢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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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剪完頭了 剪下來 妹妹就拔頭 很特別 在土耳其洗頭都是不會像沒有一個養頭的糖衣 直接把你的頭給壓下去直接在水上洗 好方便喔 感覺好奇怪喔 真的喔 你有喝到水嗎 沒有 但是很特別的感覺 真的喔 超好玩的 沒有 Nusret 耶 他說他是理髮界的Nusret 人家是撒鹽大叔 他是死髮精大叔 我覺得他滿像的 他剛剪頭髮的手勢也都超像的 他用一塊就是像菜瓜布的東西 直接幫你搓洗 嗯 感覺怎麼樣 很特別的感覺 很特別的感覺 這輩子第一次被這樣洗頭 舒服嗎 舒服嗎 嗯 台灣的Evess Evess 他說你是台灣唯一的一個 也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 好像剛出獄的小男孩 你當時沒有那麼遠 怎麼樣 怎麼樣 感覺如何 發表一下你的感想 滿爽的 真的喔 第一次被他 好像 頭當球洗 因為他洗搓上面 然後還會摸到你的臉 這樣子 哇 全方位了耶 全部 感覺超特別的 喜歡嗎 還不錯 你還記得很棒的意思 怎麼講嗎 還不錯 G開頭的 嗯 現在分不清楚了 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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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 Guzet Guzet 一個 Guz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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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步 魔法辣 他真的滿像少年大叔的 女法界的少年大叔 我完成了耶 真的是有一個專業的感覺 超級美的耶 很大很大 然後這周圍總共圍繞著深圍 這有點天氣超好 他這裡滿冷的 一望明記的 對啊 突然覺得自己超渺小的 你要在這裡大喊 哈哈 他在這裡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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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真的耶 對啊 這個地熱是可以治病的那種 然後 冬天的話就可以看到冒煙 因為冬天空氣很冷的話 就可以看到一個一個 從煙囪裡面冒出來的地熱 好溫暖喔 他們在感受地熱的熏陶 他們一直把頭攤下去 好溫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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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會有臭味耶 好溫暖喔 好溫暖喔 用他的濕氣 你知道那土耳其超乾的 你這樣燻一下保濕 現在有人要挑戰 我剛剛穿這雙鞋子 疊了一個狗吃死 手刮傷腳 但是都已經來到這麼漂亮的地方 我剛剛一定要走下去看一下 嗯哼 希望你不會拍到我疊的狗吃死的樣子 好你繼續往下走 好你繼續往下走 他們是來這邊避暑的 之前有個 之前有個王朝 然後 然後國王就是Nemrut 然後 這裡 Nemrut湖 他們夏天會來這邊避暑 那冬天的話 就會到更南方的 更南方的 阿德雅媽那邊 Nemrut湖那邊 所以他們這裡有些像 暑假避暑 度假勝敵的概念 然後這個湖其實非常非常的藍 也非常的深 水是熱的 因為這裡是火山 我們現在在剛剛那個Nemrut湖 旁邊的另外一個小湖 在這邊喝一杯茶 好有雅興喔 但住在這麼這麼有情藥的樹下 他說這好像是某一種瓜 某一種瓜的樹 在這裡是某一種某一種 好酷喔 哈哈 哇喔 超多 無敵多的一樣 真的 天啊好酷喔 天啊好酷喔 欸 小心 有狗 如果有狗狗 有狗狗 那你真的也有去帶 喔 超酷的 超級多的羊 我們在半路遇到羊群經過 超多隻羊 超多隻羊 我們要等羊群過完 才有辦法繼續開車 超級酷 那個狗很兇 牠會確保羊群是安全的 是非常非常兇的狗 牠是最佳的牧羊群 你看牠會很聰明的 等這些羊都一一的往前之後 牠才會繼續那 我們現在要交流一下 讓牠們先吃吃看我們的 那個浴水 然後昨天我們其他特種 他們每個人都覺得超噁心 然後今天牠們就先開 他們另外一個脫裤 打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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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那個叉子炸,他說趕快把那個叉子炸起來 他們超愛的,我的朋友很好吃 這個喝起來是酸酸的,跟兔耳其的醃漬酸菜很像 然後它這裡面是用甜菜根做的,就是醃漬甜菜根汁 我個人是,之前我喝過是覺得很噁,我現在再來喝一次看看 那為什麼他們要喝這個? 他們很喜歡酸酸的東西啊,就像他們醃漬各種的橄欖,或者是辣椒,或者是紅蘿蔔,他們什麼都可以醃漬來吃 就像他們酸奶,他們也很喜歡酸酸的東西 哇,這個味道真的超噁的 超酸,很像我們的酸菜汁 就是我們加牛肉麵裡面那種酸菜,然後你把它極致的幾層汁放在一杯裡面,就是那個味道 他叫他要跟你不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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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你覺得怎麼樣? 還可以啊,還可以減少 然後這個是,這個是酸奶湯 這是酸奶湯 裡面有什麼?裡面有... 欸?這長得很像藝人欸 他長得像藝人 然後這櫻嘴豆 然後裡面還有蕃葉 我來喝喝看 這個喝起來很像高原湯 哎 哎 AYLAN Ay l 韃 韃 韃 好 是 strings 韃 韃 韃 кап 韃 base i 這也是他們的家常餐廳 土式小肉丸 然後它用洋蔥跟番茄紅椒一起去熬煮的 燉菜類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小的耶 好可愛喔 一口 嗯 它吃起來就像台灣的獅子頭 還蠻好吃的 好了 我真的不想吃 我真的不想吃 你只要吃這個 為什麼要吃這個 嗯 我現在看了 現在看了 現在看了 ı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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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çeriç蝦 ısı ı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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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 他比较多了 你比较多了 他比较多了 他比较多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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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我 我 發尷尬